大家好 欢迎收听生奇异普通话频道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都在讨论 说中南海是不是已经变天了 因为不只是我们察觉到 大部分说普通话的自媒体也都有分析到 现在北京出现了很异常的状况 党媒正在大力的去习近平话 种种的异象 包括李强出来讲话也被高调的报道 这在以前根本就不可能发生 以前对习近平的那种吹捧就正如果蔡奇说的 真是入脑入心入魂 解放军事说要听习主席指挥 让习主席放心 对习主席负责 什么都是习近平 但是现在给人一种感觉 就是习近平啥也不是 这个变化是从三中全会召开的那天开始 当时他们在大力吹捧习近平 发布了一篇文章叫改革加习近平 结果在第二天就下架了 这种事情由以前从来都不会发生 但是就从那天开始 事情起了变化 现在大部分的人都相信习近平是因为中风 或者是重病 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工作能力 当一个独裁者出现了重病 大权自然就会旁落 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在指挥 以前人们怕他 是因为他的恐怖统治 但是当你恐怖统治不再恐怖 你只是一个病夫 甚至已经快要变成一具尸体的时候 那还有谁会怕你 这一个月以来发生了很多传闻 首先是说他在会场中开会的时候 太过激动 结果中风 在举起拳头带领全体党员一起喊口号的时候 结果因为太激动就中风了 之后又有一个版本传出 说他是因为走下讲台的时候踩空了 摔了个狗吃屎 但是摔了一跤也不至于会伤成这样 另外还有有一个说法是说他肝硬化 因为他每天酗酒 导致肝硬化要做手术 手术非常顺利 但是在事后有很多排斥 因为即便是完全相同的 DNA也有机会会出现排斥 所以为什么在武汉肺炎会有那么多退休的干部老人死了 因为这些老人有99%都有换过器官 而在换完器官之后 他们就必须服用抗排吃药 结果抗排吃药跟武汉肺炎出现了相冲 他们的抵抗力不够 被武汉肺炎瓦解了 所以他们很快就隔屁了 另外还传出了习近平被张右侠发动政变 但是我们也跟大家说过 其实张右侠发动军事政变的机会很小 因为现在的中央军委改革了制度 现在是军委主席负责制 除非你伪造习近平的签名 否则中央军委根本就调到不了军队 除非是整个军委合作 全部沆泻一气 主席的名字冒签就可以了 因为习近平连字都不认识几个 文化这么低 冒充他的签名简单得很 只要冒充他的签名 所有人一起合作就可以夺权 但是问题是一定要所有的人 只要里面有一小部分的人不同意 你也没有办法发动政变 所以我们认为 能发动政变的 只有一个人 就是中央办公厅主任 种种的猜测 都可以从最近的一两个礼拜的党媒反映出来 现在可以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党媒在不断的去习近平化 一个人是不是要马上出来当众宣布辞职才算是失事 当然不是 大家知道华国锋是何时辞职的吗 他是先辞去国务院总理 而他辞去党主席和军委主席是在1981年 但是他其实在1980年就已经失事了 在1980年的时候已经被人逼宫 当时大权已经旁落 首先是赵紫阳和胡耀邦等人取代了他 而邓小平即便不是军委主席 但是已经在实际上控制了军队 当时可以看到一些很微妙的变化 就是党媒在抨击他这个党主席 当时华国锋是党主席 也是军委主席 但是在人民日报居然出现了一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矛头直指华国锋 跟最近解放军报出来 炮轰习近平 说他搞家长治 一言堂一模一样 这篇文章 在一开始发表的时候 反响不是很大 但是讨论的越深入 大家才发现不对头 矛头根本就是在直指我们的最高领导人 插一段广告时间 多谢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还没安装VPN的观众 记得快点安装Surfshark VPN 多谢 在文革后期 华国锋刚刚上台时候 会推出了两张照片 一张是毛泽东 一张是华国锋 所有的场合都是挂这两个人的照片 除了天安门以外 天安门一直都是只挂毛泽东的照片 没有试过挂两个人 天安门之前是挂孙中山 后来是挂毛泽东 但是在其他场合 比如在人民大会堂 还有其他的党政机关全部都是挂两张照片 一张是毛泽东 另一张就是华国锋 国庆的时候也是一样 1979年阅兵的时候也是两张 但是问题是华国锋在八十年代已经被逼宫 党内的元老对他进行围攻 结果他没有办法 只能够交出权力 但是他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倒台 他还是名义上的军委主席和党主席 但是人民日报等官 对他的吹捧已经开始减少了 以前必定是华主席不离口 跟现在的习近平一模一样 所以现在越看习近平越看越像是当时失势了的华国锋 他跟华国锋有相似的地方 也有不相似的地方 因为华国锋经营的日子太短 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基础 军队他控制不了 对军委他也完全没有办法 当时实际上控制军队的是叶剑英 在政治局里面有一个军头 就是陈希莲 而陈希莲实际上也是邓小平的嫡系 以前在1194 是刘邓大军的其中一支嫡系部队 所以华国锋根本没有任何的军队的基础 如果军方不支持你 你根本就什么都干不了 最终只能够看叶剑英 所以他军队没有根基 而在政治方面也没有什么根基 因为他是在很短时间内被临时拉去做代总理 他在整个国务院系统也没法说了算 里面的干部基本上全是邓小平的人马 所以他的基础很薄弱 但是现在的习近平不一样 他已经干了12年 所有的基础被他清洗掉了 军队也被他清洗掉了 那为什么也会出现跟华国锋倒台之前一样的现象 当时被称为去华国风化 现在是去习近平化 大家要思考一下为什么 他一定是出了很大的问题 他可是一个掌权了12年的人 而且是实际掌权 他跟胡锦涛不一样 胡锦涛在头两年还是军委副主席 因为江泽民不肯交出军委主席 到了胡锦涛交班的时候 习近平大赞他高峰亮节 因为胡锦涛是裸退 把所有的权利都交给了习近平 你全面掌权是全靠人家的高峰亮节 一个全面掌权了12年的人 为什么突然间会对官媒去习近平化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他可以顶着那么大的压力 第三次连任 完全打破了党的规矩 打破了邓小平定力的集体领导制 既然连党的规矩都可以打破 那道理很简单 你一出了事人家一样也可以纠正你 这跟当年苏联的赫鲁小福上台之后 否定斯大林一样 不同的是现在他还没有死 还是根本就已经死了 我们也怀疑他是不是已经死了 在最近几天只是找两个替身出来演一下戏 就是官媒的行为分明就是显示他已经死了 因为他如果没死 其他人不可能有这样的胆量去干那样的事 既然中宣布系统那么大胆 那是不是已经知道他其实已经死了 已经没得翻身了 我们要找一个新主人 现在官媒在去习近平化 我不敢肯定他有没有死 但是他现在跟华国锋 领导台之前的那段时间非常相似 官媒慢慢把他淡化 淡化到了没有人再提他为止 然后就开始讲其他的领导人 按照现在来看 李强应该是最大得益者 之后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可以冒头 如果只是在讲李强 没有其他人的话 那李强就肯定会接任总书记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